在疫情期间累死了个厨子 沈腾贾玲是怎么相爱相杀的 当贾玲说起自己的过往 实话 我那时候长得美的时候 20岁那一年 我走过中系的胡同 有好几个心态往我手里塞名片 沈腾直接吐槽道 给你塞名片说来 跟我们一起干吧 沈叔叔 你对玲儿还真不嘴下留情啊 在做自我介绍时 沈腾往自己身上贴了一杯标签 我没什么别的本事 只是饰演的每一个角色 都能够深入人心 总之 你们眼里的沈腾 是一个极才华 智慧 美貌 高 瘦于一身的沈腾 贾玲可不惯着她 立马就来了波内涵 只有不红的人 在介绍自己的时候 才贴那么多标签 大家好 我叫贾玲 被主持人问到最讨厌的三个男人 她毫不犹豫地说出沈腾的名字 沈腾 沈腾一个人就能顶三个名额 沈腾被问到自己的三个缺点时 贾玲就仿佛打开了话匣子 在节目上 贾玲说过了个年吃胖了 沈腾补刀 在疫情期间累死了个状态 林儿解释 是因为表弟的厨师出身 沈腾又开始了 我表弟是厨师 天天变着花样的做饭 比在饭店的时候还累的 这俩兄妹还真是欢喜冤家 雷佳英和郭金飞互损起来有多搞笑 郭金飞有多损 被问起如何评价雷佳英时 他是这样说的 雷佳英我都很难形容的 不是我们地球上的生物 千年土鳖鲸 土鳖鲸 雷佳英眼里的郭金飞 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 你怎么长相猫头鹰呢 能听到我说话吗 在记者发布会上 雷佳英疯狂吐槽郭金飞碰子洋洋 我就提醒郭金飞一句 在看哪个镜头 郭金飞 你真的不要在北京机场 戴口罩装羊羊好吗 你们只有投行相而已 摘掉了口罩依然是郭金飞 好不好 好好努力 别老蹭人家热度 结果一转头 他就设计了一个羊羊同款发型 对此郭金飞说道 哎 由他去吧这个人 平时羊羊蛤蟆那位王八的 大家也别要求 让他给我道歉 那这种人你就开车撞着就可以了 开车撞着 在拍摄片场 郭金飞看着努力的发型师 情不自禁地说 天生就是一个邪的灵魂 你也别人知道 可以 一二乱眼 咱要碰头吧 对郭金飞吐槽是朋友里最抠的 雷佳音毫不在意 并说道 他是我朋友里长得最难看 看了雷佳音的表演 郭金飞实在没忍住 张口就是一连串吐槽 你闭嘴好不好 你走得像那种刚出生的脚麻 你知道吗 不要张嘴好不好 开始吵起来了已经 头又大 发育不良 你知道吗 闭嘴好不好 闭嘴 你们俩的情谊 都是对出来的吗 小凯 我可是听你的宠爱长大的 杨子和王俊凯是如何相爱相杀的 说起初到年龄 小凯提了起来 我们两个年纪相仿 难道不是吗 我们俩年纪不相仿吗 但杨子也不甘示弱 小凯 我可是听你的宠爱长大的 不要了吧 跟小朋友在一起时 王俊凯谎称自己13岁 杨子看不下去了 在节目中 杨子突然开始飙息 小凯一句话让他以色住了 王俊凯跟别人发生矛盾时 杨子试图缓解气氛 结果小丑竟是他自己 开开 你也有点太直男了吧 看到王俊凯想想睡一会 杨子开起了玩笑 结果没想到去被弟弟制裁了 不小心打发了辣酱的杨子 连连道歉 可小凯却突然戏精上身 但杨子可不惯着他 立马化身穷摇 对他进行灵魂质问 不得不说 你姐还是你姐啊